2024年或将成为世界格局大变的转折年份 美元和美债的霸权正在慢慢丧失 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却在逆风增长 随着竞选临近 拜登遇上了更大的挑战 过去美元一直保持着世界货币的霸权 但现在这个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全球的贸易支付中美元的支付占比已经开始下降了 2023年20%全球石油交易是以其他货币进行的 尤其自俄乌冲突爆发后 各国纷纷开始在贸易领域去美元化 最新的数据已经表明人民币的支付份额不断提升 已经超过了日元成为了全球第四大货币 从已经从侧面反映 在国际贸易中 大多数国家都正在想办法减少使用美元 改用其他货币进行替代 在2024年美债也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去年的最后两个月 由于美联储不再加息 美债收益率快速下跌 美债价格得到了反弹 美债的危机是否缓过来了 还差得远 投资角度的价格反弹 并不代表美债的违约可能减少 随着美债规模越来越大 违约的风险越来越高 而且现在美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财政不平衡困境 不但难以偿还这么巨额的本金 还需要不断地发行新债来补窟窿 在这种情况之下 被美西方制裁的国家的发展却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谁也没有想到出现了逆风翻盘 俄罗斯的经济虽然受到了一定影响 但是2023 GDP增长优于西方主要经济体 现在看来 俄罗斯的贸易依然正常 石油出口并没有太大的阻碍 并且已经成功突破了限价 在外交方面 俄罗斯打破了西方的封锁 不断地发展亚洲等国的贸易关系 此外 普京的支持率持续高涨 他将会继续2024年的选员 显然 美国的制额大计划已经破灭了 中国在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计为5.2% 增长速度仅次于印度 同样明显好于西方国家 中国在外交方面的重要性提高 成功平缓了伊朗与沙特关系 并在巴以事件中发挥调解作用 科技方面 中国自主研发的C919客机和国产大邮轮交付 美国实施的高科技技术封锁 未能阻止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势头 美国毫无疑问想搞脱钩 但是数据却表明 不管墨西哥还是越南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都在大幅度地增加 其中不少产品在当地完成包装或者组装之后 在出口到美国 这表明美国未能降低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脱钩并不成功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却面临着巴以冲突的困境 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妥善解决巴以问题 那么将会进一步至拜登政府面临政治困境 2024年对拜登的考验依然巨大 除了共和党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的反对 巴以冲突也对拜登政府造成了道德和政治压力 拜登原本希望巴以在2023年底前结束战争 但目前看来两方决定对抗到底 对此 2024年 拜登政府必须明确表态是否持续作战的态度 前者将使美国在中东的声誉进一步受损 而后者则可能导致拜登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 激怒犹太集团并增加与民主党的隔阂 虽然在2023年 美国股市的三大指数都获得了大幅度的反弹 美债在最后一个月也缓和了下跌 对于华尔街和投资者来说 2023年回报并不差 但是拜登的支持率却不断地下降 成为了获得支持最低的总统 看来在2024年 反而是拜登遇上的困难越来越大 美国又要调查中企 不准出口低端芯片 韩国日本担心大出血 科技领先的时候 高喊科技无国界 全球化 技术落后就搞所谓的闭关锁国吗? 进完高端 在禁止低端中美的脱钩锻炼开始了吗? 近日美国相关机构 再次打着所谓安全的结构 再次对中国的芯片展开调查 美其名曰减少国家的安全风险 调查美国关键行业对中国芯片的依赖 其最终目的不过是在增加和中国的对抗和摩擦罢了 而且我们都知道 中美此前的会晤中 美国高层已经表态不脱钩 不断炼 然而现在呢? 美国一面封锁我们的高端芯片 现在又以安全为借口 对我国的低端芯片都要打压 可以说 美国这事不将我们整个产业链打掉 是不会罢手的 而我们都知道 一直以来 美国所采取的措施就是 禁止欧美西方将高端的芯片 以及相关技术流入中国 而此次美国所采用的 却与以往不同 那就是在不卖中国的基础之上 再来一个不买中国的芯片 也就是说 美国想将中国芯片产业 彻底地从西方半导体体系中踢出去 而我们都知道 在成熟芯片领域 我国可是占据着很大的市场 而且 根据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中相关的定义来看 28纳米及以上的都是 也就是说 一般像汽车 家用电器 以及各种消费电子和工业领域等 都在美国此次的调查范围之内 而且这个市场的份额 更是占到了近7成左右 可以说 这是一块很大的蛋糕 而且随着我们半导体产业的追赶 在成熟制成领域 我国已经几乎补足了所有的缺项 可以说 到了我国发挥产业链优势 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了 然而我们刚赶上 美国就再次下死手 可以说 美国越来越霸道了 不光是想将先进制成留在美国 现在又想将成熟制成的我们扼杀 不让我国芯片产业走出去 可以说 美国的自私和傲慢是一直存在骨子里的 如果说 先进制成我们再抢美国的饭碗 那成熟制成并没有和美国有直接冲突啊 因为我们知道 在成熟领域美国反而不是强项 因为在这块 主要的市场反而是在日本和韩国以及台岛的 所以美国所谓的不和中国脱钩锻炼就是一句空话 而这不过是用来搪塞我们换得更多的好处罢了 一面说着中美贸易逆差 美国吃亏了 一面又禁止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 这种又当又利的态度真的就很美国 自己没本事通过公平贸易赚回逆差 就通过霸权来夺回收益 只能说 美国过于傲慢了 在自己有优势的时候 号称各种自由贸易 技术无国界 现在什么都有国界 只要对美国没好处的就用安全来卡你 只能说 美国早已经不适合做全球发展的领头羊了 而且此次打压 美国伤的只有我们吗 如果说过去跟着美国混 一天吃三顿 那么现在的日韩跟着美国混 一天饿三顿将是常态 在美国公布 将对中国传统芯片进行调查的时候 日本和韩国媒体开始发出担忧的声音 韩国媒体报道 美国这种做法 韩国无论用什么方式都是无法避免的 也就是说 美国想用日本和韩国作为代价来遏制中国半导体的发展 只能说 美国怕是想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 我国被称为制造大国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在我国有着更加完整的产业链 可以说 这一切才是我们半导体快速发展的基础 而美国想再次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限制自己的盟友和中国的产业的合作 只能说 现在的美国影响力还有那么大吗 再说了 美国可以限制日韩不使用中国的成熟芯片 而这也必然削弱日韩两国产业发展的优势 相比较来说 对于中国是否还是或反而更不好说 因为我们知道 我国在芯片领域的差距主要就集中在高端领域 在成熟领域 我国并没有太多的差距 而且我们也能看到 我国和韩国从贸易逆差到顺差的转变 这一切都在说明我们的产业发展的相当快 而且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的产业都是借用中国的产业链来快速发展的 比如韩国的家电产品以及手机等 现在都是借用中国的产业链来实现高性能低价格 来占据市场的 想将中日韩三国的市场彻底分开 只能说 美国或许有点一厢情愿 现在的特斯拉 以及美国的亚马逊都在中国寻找产业链优势 借用中国市场的优势来占据全球市场 而美国想反其道而行之 只能说祝福美国好运 我们知道 在国家之间利益才是罪务时的存在 美国想以日韩的利益为代价和中国对抗 只能说 美国真的能一直拿捏住日韩吗 而且美国可别忘了 日本的跳反和以下课上历来是传统 美国过去盟友变天下 那是跟着美国混可以得到好处 而现在只有挨刀 却看不到好处 这自然会让更多的国家站在美国的对立面 而对于我们来说 那就是继续加速国产供应链体系的建设 既然美国搞对立 那么我们就搞团结和合作 围追赌截是不会成功的 赌不如舒适我们几千年来的经验 今天依然适用 天狱使其灭亡 必然使其疯狂 而今天美国就在猛眼狂蹦 我们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 看着美国轰然倒塌